我 我们见过 五竹叔 你找我哥 我找你 找我 对 现在所有人都在那个大房间里 听范贤讲话 时机正好 要不是你带我来这儿 我还不知道别人有这么个地方 我之前在这里住 所以很熟悉 你这次来 怎么不找我哥 你怕死吗 当然怕 若微犯贤呢 我哥怎么了 要你保护他 我哥有危险 或许有人要杀他 那没事的 我哥身手可厉害了 再说 他有护卫 都没用 不够强 人可不少 再多也是一样 这么强 到底是谁要杀他 我 等一下 你让我理理 按你方才所说 你是说 你在江南失忆 杀人无数 差不多 那有没有可能 杀人的不是你 有可能 那就没事了 如若真有这么一个人 他的战力也该与我相近 冒昧问一下 你是什么战力 能打大宗师 你要我保护我哥 去抵挡一个大宗师 不是抵挡 是杀了他 杀一个大宗师 也或许是杀我 五叔叔 我没练过五 我知道 一个普通人 怎么可能抵挡大宗师 人改变世界 靠什么 勇气 智慧 美貌 还有工具 水水流给我哥的 怎么会在你这儿 是我拿出来的 偷的 如果我连自己都不再相信 我需要找一个人 替我保护犯鞋 这里面的东西 能伤害大宗师 没锁吗 之前有 已经开了 这怎么有 缺少一根主箭 把它们拼合起来 才是全貌 逐箭 拼合起来 怎么感觉像是火冲 我说说 火冲不行的 既费尸又瞄不准 比不上弓箭 伤不了大宗师 可以 世上还有这种火冲 不一样 小姐带出来的 哪儿带出来的 神庙 神庙带出来的 还会缺主箭 毁了 被谁毁了 这个你不用知道 你需要做的 就是用它做好准备 保护犯贤 然后呢 你能把它修好 不是我修 保护犯贤 是个秘密 我不说 包括我哥吗 是的 为什么选我 在这个世界上 对你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 当然是我哥 这就是理由 就这么走了 这小班大人说的 你听明白了吗 老婆 我知道了 对 晚上见 晚上见 搞死了 搞死了 来 快快快 走 走 一会儿晚上见啊 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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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呀 我看这帮商骨都往那个外边 不是 仨鸽子 我不知道是啥 我说拿去看看 是不是给京都传信呢 山上的事 得让京都的人知道 那为啥呀 这个他们自己不就是老板吗 那买不买库债自己还说了不算 无根之木 岂能立足 你意思 他们被咬我都有根 废话 那 那我把它放了 你这也就不许拉他了 帮你这 范思哲 你还真行啊 还能上台说话 那可恶 姐 我这么跟你说 范贤那套 厉害归厉害 我都没听说过 但你得这么想啊 我要是都没听说过 那帮商我们能懂吗 你说范贤拽那些个词 什么国运吧 又财富吧 那这关 那山谷们根本就不明白 能打动他们的就俩字 皇室 你还得意起来 那不该我得意吗 说得意吧 既然还欠点什么 反倒是有点担心 担心什么 我本来以为啊 把皇上一搬出来 他们吓得就把钱全交了 那可是你说 要是把消息传回京都 怎么了 库宅这事前所未有 我怕他万一 他要是触犯国法可怎么办呀 那没事 那就好 下半场是你说的 军屋戏言也是你讲的 要真出了事 拿你交差不就完了 还不能憋着这个呢吧 我可是帮他呀 我这 不能不能不能 绝对不能 我们俩现在关系还不错 不错 肯定不会 库宅嘛 怎么能算犯法呢 当然算了 什么库宅 我大清立国以来 从未听过此种事物 这逆子 当大包天 还什么分担皇室债务 术实荒唐 国法难容 正所谓 子不教父之过 要我说 先把范贤押回来 然后我这尚书也抹掉 家风不正 没脸做官 回淡州 养老算了 是 救命啊 是啊 神院长 别睡了 你在发火 喊我做什么呀 库宅这事儿 你总得有个看法 我看不了 瞎了 内库财权不在 监察院的监管之内 管不了 没说内库 说库债 听我一下 没听过 确实听一听 库债一事 自古就未听过 依照大庆的律法 也没有库债这一条 可若是治罪下来 也无法可依啊 这新鲜事 二哥怎么看呀 回太子的话 臣现在还在闭门思过 没陛下召唤 连门都不敢出 更别提善论朝政了 说说无法 无法可依 无理可循 但凭圣财而已 诸位都到了 请随我来 陛下在哪儿啊 不知道 不知道 那你带我们去哪儿 后花园 生更半夜 后宫花园 做什么 帮花园 胡公公 你确定这是陛下的旨意 范大人 老奴有天大的胆 也不敢假造陛下的口谕 这神脑子哪一出 就是斑花 就咱们几个人吗 没吓人啊 陛下早就有旨意 这一片啊 不许宫内下人靠近 范大人您辛苦 这赏局大会每三年举办一次 之前都是在玄枯庙吧 确实如此 这也不是什么珍贵的花 为何让我们亲自送过去 陛下喜欢啊 陛下是想告诉我们 这赏局大会啊他很重视 那为何要在此时告诉我们这些呢 我记得往年的赏局大会不是这个时候啊 改期了 改到何时 就在近日 改的什么日子还要再等等 等什么 等小范大人从苍山回到京都 这赏局大会为何要等范贤回来啊 陛下是这么说的 也就是说陛下重视赏局大会 但何时召开要等范贤回京都 殿下您说得没错 陛下是想提醒我们啊 赏局大会重要 范贤更重要 会不会留在京都没有带出来 我亲手拿下马车放进房间的 这么大个箱子 怎么可能说没就没呢 箱子里是什么 神庙里的东西 神庙里带出来的 神兵利器吗 如果没急 确实是确实神兵 缺东西 主体没了 其他东西一样都没有少 唯独少了一个箱子 那说明对方至少知道他是什么 知道这东西的人可不多 谁 大人 那儿 有人 好身手 我都没察觉 老王 收好板 是 老师 老师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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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不是回营了吗 黑棋军令 守在苍山 保护提寺 影子 王启年挺警觉啊 闹了半天全是检察院的 你们不是团建的 何谓 何谓 团建 我们家新词多 你习惯一下就好了 哎 老师 您怎么来草山了 不是你在这儿吗 小范大人 你是不是丢东西了 你在我门口都听 我觉得 是武大人 什么意思 他一直暗中跟着你 都是想啊 跟武大人交个手 小范大人 你丢了武大人的亲传 我们两个交手 也是未尝不可啊 别动啊 动我就堵死你 那 没事了是吧 应该是没事了 守 就当我们不存在 那 你也当我不存在 这 神神秘密 走吧老师 都到藏山了 少人是教业学 好错了这边 哎 等会儿等会儿 我跟你说个事 我去江南追查一个杀人案 凶患到了京都之后 又找不着人 两种可能 要么就是武大人 那另一种可能呢 有人把这个凶犯 在京都给藏起来 连检察院都查不到痕迹 当然 有这般手段 京都能有几个呢 这也是线索 来藏山 给你待几天 我这案子透着诡异 回京都就朝着这路子往下查 我本来想 有了结果之后再见 我在暗处 有事 哎呀 你媳妇那废牢啊 让你给调养的差不多 回去之后呢 一天一粒 要吃完了 饼根就除了 百年好合 陛下想看 我也想看 要不您告老爸 我养您 胡说八道 我认真的 行了 把宗师隐藏在京都 我要是不把他挖出来 我寝室呢 不是啊 哎呀 别唠唠叨叨了 赶紧给我生个徒孙儿 长大了 我教他用毒 回去了 那您答应我 别玩命啊 放心 我逼你怕死 五竹鼠 箱子是你来了 跟我来 你 你一直坐在这儿 就没什么发现你 也是 你是谁啊 叔 颖泽好像对你很感兴趣 一直想跟你交手 没兴趣 好 叔 你到底在找什么 好 这里边有东西 小姐当年苍山住过 我娘藏的 本来该毁了 就像这箱子 这是我娘亲自毁的 为什么 遵循法则 超越时代的物品 不能留存 不能留给这重启的世界 不该被影响的 应该是 应该 忘了 既然这样 干吗不全毁了 她又为什么留下这三个 超越时代的物品 不能留给这重启的世界 历史进程 不该被影响 但你不一样 你是个错误 错误 你既是这世界的人 同时又源自过去 你是错误 是故障 是未知变量 也是逻辑漏洞 这是小姐原话 所以我那些记忆 难道是来自什么样 不知道 我只是服输 小姐留给你的 是一线生机 修好它 你拥有扭转命运的 三次机会 怎么修 去江南 去三大坊 这三大坊 就是内库的根基 这谁不知道 内部前生 根基就是三大坊 往年那些新奇货物 都是从江南出来的 我问你们 三大坊如今在谁手里啊 当然是江南的明家呀 明家向来以长公主 马首是瞻 他们真能把三大坊交出去 明家即便是富甲江南 也不能抗旨吧 抗旨是肯定不会 交什么 怎么交 这都是将就 你我都是做买卖的 这还不明白吗 这么来说 范贤接管内库 前景不明啊 没错 咱们可千万不能让他给骗了 这万一买了什么库债 他将来拿什么还呢 所言即是 绝对不买 让咱们睡一觉就走 谁买谁是王八 对 谁买谁是王八 王八 来来来来 来 这都是超越时代的产物 三大坊里到底有什么 连这都能修 要你亲自去看才能知道 江南总是要去的 我娘的产业 我得替她拿回来 当初为什么不把这两个放一起啊 直接装这箱子里不行吗 小姐把这留给你 却又不想你真的修好了 为什么 当神庙改变命运 未来亦将留下烙印 这局势真没挺多 当神庙之物使用太多 未来岁月 你终将去往神庙 这有点过于违心了 我等你到江南 到那时 你才有面对大宗师的底气 用这个对付大宗师 太欺负人了吧 未必 什么意思 有这个 也未必斗得过大宗师 没错 大宗师也是人 这超越时代的武器 怎么躲 我像正常人吗 成大宗师者 已不被人间常理束缚 那不成了妖怪 差不多 还在哪儿 这都不成了 你忽畅 我答应了 这个我还有一点 这是另一个 我是很像 他手 他都不自制的 是 宫内传出消息 陛下要范县回京都 供赴赏局大会 我在的是 陛下没提 你听说了吗 党局大会的事 党局大会无关正事 邓范贤 应该也是看中他的文采 对对对 没错 诗词歌赋 雕虫小记而已嘛 他终归担不起 内裤的大任哪 对对对 您那是 我 我得去个毛房 我呀 早上起来 得溜个弯 请便 请便 回见 回见 对对 你这 你 你不是去散步了吗 这是你们家毛房啊 我也佩服你 散步怎么散到这儿来了 谁呢 你怎么又在这儿 这是怎么办 你怎么在这里 撤开 你怎么在这儿呢 为什么 你怎么在这儿呢 不愧是你 小范大人 你怎么在这儿啊 你们两个化呢 刚才水晶子 的二润 你得给我留着啊 我现在就回去取钱 今日就能返回来 准备 你怎么也在这儿啊 你昨天怎么说的 这王八这个 这王八 他买到库寨了 告辞 告辞 行 咱俩 行了 擦擦手 哥 我怎么感觉这事不对啊 有人可能没带够银票 回家取了吧 我粗略地算了算 都不止两千多万两 数量有限又有溢价 这这么卖完 多亏了你 那库债权都分出去了 怎么还不高兴 说到底他们选择买库债 还是因为陛下要我上货 陛下荣恩 前景无量 选择债务共担 这样一来 可以说 以后你便是他们的靠山 是 也算是一种投资嘛 只是 他们没有人能真正明白 库债究竟意味着什么 是 崇 antes affects you 国运与货币相连 这说明 代表所谓财富的含义 已经远远超越了过往的限制 哥 这几天我一直在琢磨你说的话 你说这庆国和财富之间 是不是不光是国运这么简单啊 好像还有别的联系 这些商骨们因为陛下器重你 所以选择相信库战 相信内库的前景 所以其实他们看中的不光是你 看中的是皇上 看中的是皇室的信用 是庆国的信用 没错 金银数量终究有限 而庆国的信用才是货币的基础 对对对 不光是庆国 北齐的信用 也代表了北齐的财富 所以国家的信用就是财富 国家信用 是财富 是货币的基础 那这之间 人缺什么呢 货币信用 咱们出去 让他在这儿仔细想一想 货币财富 信用财富 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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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哲这是怎么了 看到了新的世界 这小子在商谷之处上 还真是个天才 你俩都是 不一样 我有另外的记忆 在某种程度上算是作弊 如果我俩交换 最起码在商谷之处上 我没他这五行 这一点上他比我强 那是好事啊 婉儿 对不起啊 怎么了 苍山恐怕待不了多久 那是当然 陛下还等你回去赏局大会呢 我准备了那么久 最后成事 还是他一句话 天子嘛 自古以来 都是天下真心 等赏花大会结束 咱们一起去江南吧 我也去 当年我娘在江南创立了三大宝 时日今日 仍是那股的根基 这些都是他留在世上的痕迹 我想 我应该和你一起看 那国家信用 连接着货币 那平衡这两者 得需要一个铺子呀 但我从来没见过这种铺子 那这种铺子 该叫什么呢 你招把火冲 练练瞄准 你手稳 是好瞄准 保护范贤 是个秘密 你要我保护我哥 去抵挡一个大宗师 不是抵挡 是杀了他 杀一个大宗师 也或许是杀我 他们两个准备站多久啊 你要敢打扰他们 小心我给你下毒 你说 武大人今日会出现吗 他出现不出现 切什么错呀 你不是他对手 胜负不重要 你也是练武之人 怎会不懂 我不是练武之人 那你是什么 我是他的老师 那你把他当徒弟 还是当儿子 看来今日 武大人是等不到 我先回京都 你多加小心 如果武朱真的是凶手 天下没有人的护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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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徒弟还是儿子 不都一样吗 我 我 你 你 我 我 怎么了 看见什么了 忘了 没什么 辛苦了 这什么呀 没 没 没什么 我都看见了 你买了把火冲 对啊 是有人欺负你吗 没有啊 就是我自己有兴趣 那就好 你用的时候注意安全啊 我撕折呢 他最近啊 恍恍惚惚的 他来了 哥 姐 来了来了来了 该走了 是该走了 都在等你了 不是 姐 我那意思 我该去北齐了 去北齐 我 我跟哥都商量好了 娘也同意了 想好这个通商的主理人 该做什么了吗 我想来着 而且越来越清晰了 我这几天一直在琢磨你说的话 什么国家信用 货币基础啊 我感觉这之间啊 必须得有一个铺子 调节平衡 那这个铺子如果开在庆国啊 估计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它必须开在北齐 北齐现在是大战钢拜 百叶待兴 正是好机会 我能抓住这个机会 这个铺子前所未有 我这是开万事之先河 往小了说啊 咱就挣点钱 要是往大了说 整个北齐的国运 都在弟弟手心里攥着呢 名字向好了吗 向了向来 你们俩也帮我参谋参谋 你看啊 那个卖米的叫米行 卖布的叫布行 咱这个跟钱有关系 叫钱行 有些太直白太粗俗了 钱它不就是银子吗 所以就叫饭行 那你银子干什么 不不不不 我是这么想的 咱都开万事之先河了 咱老饭家 咱得名垂青史 青史留名 名字可以在真主 那饭行不好 那要不叫贤行 弱行 折行 算了算了 回头我路上慢慢想吧 柳哥你知道 我现在特别激动 我好像就这辈子 终于知道为什么而活了 这就叫做人生目标 对 我找着人生的目标了 你 大人 是禁卫 这就是独我来的 黑旗厚命 随时可以重振 别别别别 这可是禁卫天子之师 不用担心 黑旗才是天下第一强军 绝不会输 不是不 我担心的是这个嘛 老王的意思啊 冲禁卫可是重罪 院长交代 苍山一行兽提私调遣 黑旗只遵军令 来人了来人了啊 这位不也是熟人吗 小范大人 好久不见了 公统领职守大内 今儿怎么出城了 陛下有志 出宫办差 那我祝公统领一路顺风 怎么着 要不我们给你让一下 陛下之意 还请小范大人同行 我才刚下苍山 就找回来了 消息这么灵厚 在下只懂听旨 其他的 真不明白 那怎么说 公统领带个路 我们后面跟着 不必劳实动作 只需小范大人 一人作业 说是旨意 有圣旨吗 这么小 陛下口谕 该省 要省 咱们这陛下呀 还真是勤俭节悦 否认 是 那有幻子 有语音 不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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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看有镜头 不许多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小范大人 这边是皇室历年赏花之地 建于山崖 悬空而立 这边是传说中的悬空庙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这是庆国最早的一座 据说是信奉神庙的苦修士 一砖一网驻建而成 虽说天下的庙都是为了 供奉传说中的神庙 可只有真正的神庙 才是与众不动 这众生之旅 也很了不起 小范大人还是更看重 人 当然 不然叫什么人间 过几日便是省局大会 咱们的柴石 就是把这些 运到上面去 那我在这儿有什么用啊 陛下说了 这几盆你要亲自搬上去 这几盆有什么特别吗 在下不止 都是零指行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每三年一次 已成了惯例 要是有人图抹不轨 这就是机会 这就是在平台上 我们要去买 然后我们要去买 我们要去买 我们要去买 旅行 我们要去买 就是买